中正公園 篮球場不管是白天或者夜晚 都有民眾來打球運動 不過周邊機車停車位不足 讓不少運動民眾 因為違規停車而受到罰單 相當困擾 大家都遇到停車的問題 停車位置比較少 然後大家停車不方便的話 運動就減少了一些信息 篮球場位在半山腰 周邊沒有附地可以停車 唯一的空間就是前使機管空地 市議員 韓世玉 何淑萍 邀集了市安府都發處 文化局 交通處等單位會刊 研議規劃部分空間 示辦機車停車 有場打球的時候 他們停機車都常常被開單 然後都跟服務處來反映 那今天特地來辦理會刊 尋找幾個就是可以停放機車的地點 讓大家來使用 一個就是使機管就職的一個廣場 然後跟公園管理客商量的結果就是說 它開放大概兩個花圃的中間 讓我們機車騎士能夠停放 可是它這個是有一個規則的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廣場 沒有辦法讓大家停車 可是礙於大家停車的方便 然後它會弄一個車檔 那也大家希望就是說 按照那個次序來停好車 那如果說這個反應不錯的話 我們就繼續來實行 希望說呢 就是我們的好意啊 那當然我們的這個運動的遊客 或者是運動的民眾 那大家呢一定要呢 特別的就是遵守呢 我們這個公園科相關的一些規定 那當然呢 希望呢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停車空間 但是呢 好的這個停車的空間呢 也需要呢 大家來把環境維持好 由於使機館拆除之後 留下的開放廣場 完工的工程 有五年的保固 經過會刊討論 將規劃廣場左側 靠近花圃區域 規劃停車區 作為機車停車使用 中正公園藍球場周邊 停車比較不足的部分 我們會沿你評估 這個周邊的一些廣場 跟可利用的一些空間 來作為一個評估暫時的一個停放區 先試行看看 然後讓提供民眾 有安全的停車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應該是 我們這邊必須要做到 那後續我們會評估 然後來作為一個示範區域 那藉此會再跟大家來做一個公告 此外 籃球場對面市議會 後門的人行道空間 預計可以容納十多台機車停放 未來將與市議會再請研究 開放機車停車的可行性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